这一次意外伤亡惨重 新北市政府认为 八仙乐园卖票让游客入园 就应该要负起连带的赔偿责任 现在已经对八仙乐园 丸色创意 还有瑞博行销申请了假扣押 向业者求偿了1亿6千9百万元 而在另外一方面 检方昨天也首度待当晚操作喷粉的工读生 重回现场模拟 要找出起火点 厘清事发经过 要为八仙承报的商者讨公道 新北市政府再出手 前往士林地院 对八仙乐园 丸色创意和瑞博行销 申请假扣押 那我们今天假扣押的金额 我们是请求裁定1亿6千9百万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以每一位债权人 就是出估所受的伤这个损失的这个金额 大概是1千3百万 那一共有13个这个被害人 市府认为八仙卖票让游客入园 就不能逃避连带责任 因此将陆续协助商者代位求偿 而另一方面警方也马不停蹄 持续追查承报的起因 卢信工作生首度被带回事发现场 重回舞台上 拿着钢瓶模拟当时的动作 警方则透过不同的角度踩阵 要找出第一把火的起火点 这一场事故在八仙乐园发生 造成严重伤亡 不过八仙的总经理陈慧颖 从头到尾都坚称他只负责盖章 租借场地 不断把责任向外推 为了厘清八仙和主办单位的合约细节 检方下午则约谈负责签约 以及管理游乐器材的员工 道案说明 八仙以五天九十九万的租金 借出场地 有没有接卖派对的票 遭警方传唤的八仙售票组的组长 则否认八仙有代售票撇清关系 在这起事件中 形同房东的八仙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被列为被告 是否真的没有任何法律责任 法界人士可不这么认为 有可能发生闪蓝这样的危险 有没有去督促 这个业者去注意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这个八仙他知道这样的情况 那没有尽相当的注意 去防止损害的发生 那八仙也确实会有责任 一旦八仙被查出 明知道派对有潜在的承报风险 却有因注意而未注意的事项 可能难逃刑事责任 而八仙有取得游乐园的执照 却没有报备 就租用场地办活动 也没有管好园区的安全 这些都已经违法 八仙乐园想要全然卸责 恐怕没这么容易 记者蔡惠林秋福财台北报道